好 另外来看到的 也伤了国人的心 这就是马英九 但是对比马英九 蔡英文总统 这一次出访过境美国 不但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 而且还传出中国恼羞成怒 竟然发走路功 还找来黑帮到现场 来进行抗议 对比蔡总统 在美国所受到的热烈欢迎 中国真的是自取其辱 不过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 自取其辱的还有马先生 马先生人到了中国之后 不但两度说我们中国人 而且今天更瞎了 到了武汉这个疫情发源地 他居然说中国防疫豪 他好敬佩 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可是当时由于民进党当局的 不断指导 或使台湾股包有加难回 不好意思 我们的政务造成你们的困扰 大家在张院长的领导之下 把疫情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 使得他不会大幅的向外扩展 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这不是对中国大陆 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请到定余委员啊 这是对人类的贡献 还是人类的浩劫啊 这是气死人的 我真的希望我继续去关心 那只可怜的肺肺 我实在是 我可以去谈肺肺吗 不是 这这也无言以对啊 这离开长室太远 然后离良心也很远 不敬佩台湾的防疫 敬佩中国的防疫 坦白讲他能够去中国这样子 健健康康地走来走去 要感谢台湾这么多的防疫人员 这么多人 国人 台湾是全世界公认 很守规矩 防疫做得不错国家 我先讲好消息 否则心中不好 这傻眼呢 去死 蔡英文总统这一次出访美国 我刚才收到美国的朋友 传她的相片 她搭飞机国内线 在飞机上报导 CNN报导这个新闻 都讲台湾President 在中国的抗疫下 来访美国 台湾President 台湾总统 所以这一次 蔡英文总统出访 我们先讲规格 她见到麦卡锡 麦卡锡是美国 众院的议长 美国宪法排序 第三号人物 那国民党很多人 比较懂中国 我就用中国你们听得懂的 在中国排序第三号 叫做中国人大 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这是中国排序第三位 叫做郑国籍的第三顺位 所以蔡英文总统到美国 美国的国力 也比中国强大 我们就用这个 稍微不当的类比 她这一次是在 四十多年来接待规格最高 麦卡锡代表众院 代表而且民主国家 国会议长的代表性 其实相当高的 所以国会议长来接见她 这个事情是我今天问出来的 我们根据相关的情资 中国外交部发大通电 发电报 给驻美的代表处 纽约的总领事馆 洛城的总领事馆 请他们动员中国的小粉红 就是中国的侨胞 以及核统会 你知道核统会 核统会是之前拿枪 去我们台湾人的教会 在交教会开枪打死人的 仇恨犯罪那个组织 核统会是直属 中国人大下的一个组织 东南亚也有 台湾是不是叫统促党 我不知道 但是核统会 事实上在全球各地 是直属中共官方的 美国正在调查这个核统会 所以动员核统会 还有动员在美国的 中国黑帮来参加 来骚扰 来抗议我们台湾民选的元首 孰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我今天问说 我们有什么阴影 第一个情知有掌握 而且我方 台湾跟美国国务院 安全部门 洛城警方 LAPD NYPD 都做好详细的部署 你敢乱来就办 见他们还蛮乖的 就说不起 然后动员这些黑帮 这些台小 这些中国桥来捣蛋 我看到我们台桥的水准 台桥说 那当然 希望这些人 把他们在美国 可以自由的抗议 这种气氛 回去告诉中国人 在美国是可以抗议的 其实在台湾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我今天来问出 监视国安局局长 蔡局长直接回答我的答案 说这动员怎么回事 他主动说 根据情知 一天两百块 一天两百块 美金 两百块 而且因为两百块 中国还觉得花了蛮多的 所以集中动员在3月29号这一场 要来骚扰蔡英文总统 入境所住的地方的饭店 还有我们的桥宴 所以是花钱动员来的 两百块 我小时候有一个演员 难怪中国现在变这么穷 钱都这样花 我们两个小时候不是有一个演员叫两百块吗 还是又齐没有经过了 我经过那一段了 两百块可以请到什么临时影员 我告诉你 他们好来抗议这个相片 这个相片还有一张更精彩 上面写的 他写的叫做望点宿主 望点宿主 没有好下场 写了望点宿主 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后来王丹 这个名誉人是写了 要抗设好不好 王丹写说 不要出来丢人好不好 因为王丹是中国人 他说你不要出来丢中国人的脸 什么叫做望点宿主 真正的成语叫做宿点望主 所以你用中国的成语 还写错写反了 那证明丢脸 这个宿主望 这个宿点望主的人是谁呢 是中国人这群人 所以两百块就只能买到这种货色 还是说这些人要证明说 你只付我两百块美金 我就给你写错成语 让中国丢丢脸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查一下这些人 所以这个是中国在美国丢脸的行为 这种抗议行为 反而让台湾总统在纽约 台湾总统在若晨 更加出名 更加清楚 最后讲一个 好吧还是回到我们生气的事情 马英九去 他临时增加的 德界都认为是中共需要 所以临时把马英九抓到了武汉的档案馆 武汉 然后他见了习近平 你知道见了习近平 习近平用一个视讯的录影带 你就看到我们国家当任过总统 站在那个电视前面 听习近平讲话 我以前觉得吴思槐够过分了 跟吴思槐见的是本人 马英九见到是录影带 夸张 这是什么跟什么德性 然后马英九竟然讲出 他的话他讲的 他说武汉防疫棒 对整体人类最大的贡献 是防止他的扩散 我一听马上黑人问号就浮出来 而且他说我好敬佩 好敬佩 后面还有替台湾道歉 我先讲这一块 替台湾道什么歉 他跟台湾道歉 武汉是COVID-19的源头 是啊 美国不讲连谭德赛 谭德赛本来被人家笑成谭书记 是最轻忠的 连谭德赛都指责中国不配合调查 隐匿资料 资料不透明 结果他竟然夸奖 中国武汉的防疫做得好棒 对整体人类有贡献 我就不懂 全世界接近七亿人确诊 因为确诊过世的人将近七百万 这个叫对整体人类的贡献 这个叫做防治没有扩散 没有扩散死七百万人 七亿人染疫 那扩散还得了 是啊 所以我说连中国人 自己都要生气 这在酸我们 他活在平行时空吗 你跑去夸奖 他背书这个以外 还回过头 萧续辰今天还讲说 台湾防疫很渣 台湾防疫数据透明 台湾防疫全球肯定 还认为学习的教案 我们有混乱的过程 我们承认 但跟中国比 光数据的科学性的正确性 中国都不能比 结果他回过头对武汉政府说 哎呀当时啊 我们派专机来接台湾人 这个造成你们的不方便 说台湾政府做得不够好 你知道为什么要去接 因为中国团结封控 大家都没饭吃 都不能动 然后疫情也不透明 那台湾先把台湾的口罩 各方面国家队都建构起来 防疫做好之后 我们派的飞机每个防疫消毒都做得很好 派去武汉包机 飞到四川的漂亮的包机 去把我们台湾人接回来 台湾人不能移动 是因为中国封控 因为中国是疫情的源头 所以要封控 封城 连他们自己中国人都用怪手 把那个路都挖掉 不让他们中国人自己移动 都忘了他大门是怎么被钉上了 武汉的人到别的省县 还被人家歧视 就我们担任过总统 跑去跟武汉说 抱歉啊 我们派专机来接你们 造成你们不方便 我们政府做得不够好 这是什么玩意儿嘛 然后他现在今天临时变更行程 说要见宋涛了 哎呀满久好高兴了 我见到宋涛了 宋涛什么咖啊 我告诉你67岁的宋涛 已经准备要退休 而且连中央 20大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都没有列 以前的国台办的主任 还可以列到中央委员 这个连候补委员 连进去开人大都不行 的一个三流官 而且以前都在外交体系 从来没有到所谓的涉台体系 一个即将退休67岁 四级以下的官 他根本不是属于政国级的 他是属于副部级的 就部长级的官员 见了马英九 马英九喜滋滋的好高兴 那一天从飞机下来 去接他的是他的副主任 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国家 前元首来到台湾 我这样讲对梁文杰不好意思 派梁文杰去接 真的啊 然后这叫尊重 最高规格 梁文杰就是我们陆委会副主委 所以我是觉得 马英九 我们替他暴躯 可他自己唾面自干 就是说一个前任元首 被穿小鞋 如此的屈辱 还替他暴躯 他自诩其辱 丢脸的不是马办 丢脸的是我们整体国人 然后萧续成 马办的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还出来讲说 台湾防疫做得很乱 去赞扬中国 马英九政治行程停下来了 把建造的都是什么 什么省省省省的书记 就摆明了 他就是切伸展 后面还有 可以不要再走 这种政治行程的吗 后面还有好多天 那我觉得 真的你就觉得 你每天去烧香技术 现在我们担心说 因为蔡英文去美国 见到麦卡锡 第三号人物 那中国那个 朱凤莲不是说 我们必定要决绝的 予以反击 我好担心 他把马英九抓起来 不还我们怎么办 没关系 就任他宰哥了 不是我们要假装 舍不得一下 你假装一下 我好舍不得 万一他报复在 报复在马英九头上 我们不是很难过吗 我坦白讲 马英九请你记得 你还在领国家的礼遇 你曾经担任过 中华民国的总统 有些事情 不是你克水主便 随便就好 有些事情是有尊严 有些事情是有道理